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的海洋故事书 这个节目 我是针修科大的方立行教授 卢曼的故事其实也是很好玩的 但是不能被他迷惑了 我还是要去上大学 我就去了台大动物系上 渔业生物组上学了 我在那边上学的时候 受一位老师的帮忙非常的大 就是邓火土邓老师 他是那时候水产试验所的所长 他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因缘际会 他让我去各个水产试验所 就是整个大学 在寒暑假里面去各个水产试验所实习 所以在大学里面 我有寒假暑假 加起来差不多有七八个 他就每个寒暑假就派我去一个水产试验所实习 那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那时候我去过东港水产试验所 陆港水产试验所 竹北水产试验所 基隆水产试验所 马林工作站 还有什么地方 台南水产试验所 其实去过非常多的水产试验所 老师们给我最大的帮助 其实是两件事情 我想跟各位去分享的 第一个就是 学问不是书本上的 学问是要做出来的 你要去做学问 不是念学问 你只有到了真正的这个限地 因为我念的是海洋 念的是这个渔月生物 水产试验所里面 当然就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这是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 我因为是假设很会念书 从小就很觉得 就是东门国小 然后建国中学 然后大东中学建国中学 所以我觉得好像自己还 念书念得不错 可是我进到那个时候 在他动物系 我才发现原来是高手如云 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我有一天在台大动物系的时候 我跟一个旁边的一个女生 同伴的女生 她叫做林继坤 看起来不怎样 就是非常温和的 善良的女孩子 然后我就有一天跟她 要查字典 我就跟她借一个字典 她就拿一本字典给我借 她借我 我就把那个字典翻开来 第一页翻过来以后 第一页就写说 贺林继坤同学 三年学业总成绩 全校第一名 校长叉叉叉 我的妈呀 我看来根本怎么样都不怎样的 女孩子 她居然是那时候金美女中 全校三年总成绩第一名 我才知道 当我们班上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同学 我才知道真的是 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说 每个学生都这么优秀 我要怎么样跟他们 就是我们毕业以后 我才会跟他们有不一样的机会 而不是跟这么优秀的人去竞争 我想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那时候想到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说 我要做的比较多 所以我就 所以那个邓老师他问我说 有没有兴趣水产实验所的时候 我就去各个水产实验所实习 那水产实验所实习其实还蛮辛苦的 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物质条件也没有怎么好 所以我那时候在陆岗水产实验所做的时候 我其实是睡那个鱼寮 因为没有房子给我睡 我就睡在鱼寮里面 然后鱼寮就是在赤子旁边的 就搭了一个棚子 然后就看一下 不要来偷鱼的 晚上很多蚊子 我就拿了一个蚊帐 挂在那里 晚上我就睡在蚊帐 可是有一天起来的时候 我忽然看到我的整个的手臂都是肿的 为什么会是肿的呢 原来睡觉的时候不小心翻身 那个手臂就靠在那个蚊帐上 哇 那个蚊子一定热死了 一定每一个洞 他们就有一个蚊子站在那边 他把我整个手都盯着都是包 可是我觉得学非常多的东西 那我在那个 珠北水产实验所的时候也非常好玩 非常好玩 就是我还记得 冬天很冷 可是没有地方睡 就睡实验室 摸石子地 或者是就是地上 那真的会 晚上会就是 就会真的会冻醒 那个时候 竹北水产实验所算是 非常偏远 不像现在这个 哇 地价都涨得这么高了 那个时候 从竹北水产实验所 到竹北镇 大概一天只有 不知道四班还是六班的车子 所以 那我一个人住那边 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吃 你知道我吃什么吗 非常好玩 不是实验所有很多的鱼池吗 那个鱼池有的时候要做实验 就把那鱼捞起来量它的体长体重 然后主要的鱼就会放下去 然后再养 可是那个捞起来鱼不会只有要做实验的鱼 还有很多的这些什么下杂鱼啊 或者虾子啊那种东西 那鱼就是 其实就是沟壁 就是那种虾虎类 我们台湾叫高感骂啊 或者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杂鱼啊 那我就把这些杂鱼啊 都留起来 拿个脸盆把它养着 然后水产实验所什么都不多 水一定多嘛 那个水就给它留着 养那个脸盆里面 那晚上的时候大家都走掉的时候 我就去那个脸盆里面啊 养那个脸盆里面 那边那个鱼也不会死对不对 就捞起那个一堆鱼来 然后就拿一个大碗啊 然后就把鱼放在那大碗里面 然后就放面粉 那个面粉就噗就进去了 就这样 然后再加一点水就搅 然后就看那个鱼就在那个面粉里面这样油 就在面糊里面这样打打这样动啊 然后就煎一个 就是把锅子烧热 然后就放点油 然后把这个整个饼就倒下去 然后就煎一个很大的饼 又有淀粉就是面粉嘛 又有蛋白质就是那些鱼虾嘛 然后又有那个油 反正我一定要放一些油进去 我就每天吃那种饼 然后青菜是怎么来呢 青菜非常好玩 就是在这个池塘旁边有长这个空心菜 空心菜是长在水上面的 哇那真是取之不尽啊 用之不解啊 所以我就吃空心菜加这个太空饼好了 这样就吃了很多餐了 虽然这些生活 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原始 但它这种简朴的生活 让我真正去了解到学习的快乐 因为那时候是年轻嘛 没有太多欲望的瓶颈 所以后来我在这个 不管是在当教授或者当馆长 或者做一些有的没的这些委员的时候 我每一次觉得心里面欲望很强的时候 想要东西很强的时候 或者什么的 后来我在人生的成长当中 有的时候会碰到很多 不管是当教授也好 或者馆长也好 有时候或者做一些委员啊 有的没的的事情也好 一定会碰到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忧愁 很多的欲望 那个时候我就会去想我以前那种 简朴 可是是很平静 可是是很快乐 可是心里面 因为学习而很充实的日子 这个少年的经验啊 水中的经验啊 它几乎伴随了我一生 如果你还想要听水的故事 或者海洋的故事的话 你就只好留在这个节目里面 继续等下一个的出现 谢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